下面我们首先在converse中显示一个清晰的图像 为此呢我们先把我们在这个converse中设置的红色的背景色给去掉 相应的GS中我们要使用converse相关的图像接口来把这个图像绘制在converse中 大家可以用这个机会呢再回忆一下 首先我们设置一个变量 我管这个变量呢叫做1米质 那么创建成呢是1米质类型的变量 之后我将这个1米质的sauce属性设置成我们相应的这个图片的名称 我们这个图片呢就是叫做1米质.jpg 由于图片有可能很大需要一定的加载时间 所以呢我们使用1米质的unload这样的一个事件来等待这个图像的加载 将图像加载完成以后我们设置这个相应的函数 在这里呢做一件事情我们管这件事情呢叫做initconverse 也就是当这个图像真正的加载完成以后我们对这个converse进行一个初始化的操作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设置一个这个新的函数叫做initconverse 在这个函数中暂时我们只做一件事情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这个image图像绘制在converse中 为此呢我创建了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叫做draw 那么我们来具体的实现一下这个绘制的函数 暂时呢这里头只有一个参数就是image 在这里我们将使用context的一个绘制图像的接口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叫做drawimage 那么drawimage这个函数呢有多种调用方法 暂时呢我们采用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我们想将image这个图像绘制在converse上 绘制的起点呢是左上角的位置 也就是00这个位置 由于我们已经将这个图像的大小和converse的大小呢 设置成了一样的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对其他的参数进行一个设置 这样一来我们清晰的图像就已经绘制在了converse上 我们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印象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程序中显示的就是清晰的图像 这个图像实际上是被绘制在了converse上 那么细心的同学可以看到这个边上呢 还有blur模糊这个痕迹说明背景呢 是我们模糊的这个图像的背景 由于我们之后这个draw函数呢 要被经常的调用 尤其是在动画中 所以在这里呢 我再将它进行一下改造 让它的附庸性更强一些 那么首先呢 因为我们要在动画中使用 所以呢我们在draw函数中调用一个clear rect 也就是说每次在具体的绘制之前 我们首先把converse的内容进行一次清空 那么这个里头传入四个参数 对应的呢 就是这个converse的大小00以及converse的vis和hatch 那么下面在具体的绘制之前 我们应该养成这个习惯 使用save的方式 存储一下converse的当前状态 在绘制结束以后呢 再使用restore的方式 进行一次状态的恢复 那么由于我们刚才只调用一次这个draw函数 所以呢 无所谓 之后呢 我们要不断的调用做的时候 就需要采用这样的方式 好了 下面我们就可以处理一下剪辑区域这个概念 我们首先使用一个新的变量来定义一个剪辑的区域 那么呢 我管这个变量叫做clipping region 一个剪辑的区域 这个变量呢 我给它设置成是一个对象 由于大家看到我们的剪辑区域是一个圆形 所以我可以用三个参数来定义这个圆形 那么首先就是圆心的xy相应的这个位置 其次呢 还应该有一个半径的位置 那么在这里呢 永远是我首先使用用编码的方式固定一个位置 后面我们再来处理随机化的问题 我们定义好了这个剪辑区域之后 就可以在draw函数中使用这个剪辑区域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这个传入的参数 叫做clipping region 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使用这个剪辑区域呢 那么我们应该在真正的对这个图像进行绘制之前 将这个剪辑区域给设置好 为此呢 我又要设置一个新的函数 我管这个新的函数呢 就叫做setting clipping region 那么这个函数里呢 就传入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剪辑区域 下面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我们这个新的setting clipping region 这个函数应该怎样实现 在这里呢 又要使用我们的converse的知识 我们首先应该创建这个剪辑区域的路径 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要用context的begin path这样的一个方式 开始一段路径的绘制之后 给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context的arc这个函数 它本来是绘制曲线的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用它来绘制一个圆形 具体的我们要指定圆形的圆心的位置 就是这个 clipping region的x和y的位置 除此之外 要定义圆形的半径 clipping region的r 之后我们要设置这个圆弧的起指位置 那么我们是从0的位置 一直绘制到rπ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样呢 就是一个完整的圆 最后一个参数呢 是顺时针以及逆时针 那么由于我们绘制的是一个完整的圆呢 所以这个参数其实无所谓 这样一来 我们就定义好了这样一个路径 是一个圆形 下面我们希望这个路径是一个剪辑区域 所以我们调用一下clip这个方法 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剪辑区域设置好了 设置好之后 我们再调用这个作函数进行绘制 那么这个绘制将只发生在剪辑区域 而其他的部分就被剪掉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效果 在这个图像的400200这个位置 出现了一个半径为50的圆圈 那么这个圆圈里显示的是清晰的图像 就是我们剪辑区域所代表的内容 其他的位置就被剪掉了 对于剪辑区域的使用呢 我们在converse接口详解里头有过介绍 在这里呢又进行了一次复习 灵活的使用剪辑区域可以创造出很多非常绚丽的动态的效果 希望大家可以再仔细的理解一下clip这个函数的用法 以后我们有时间也可以向大家介绍更多 有关剪辑区域可以应用的场景 好 是不是非常的酷 但是此时我们的这个程序呢 还不具有交互性 那么在下一小节 我们将创立两个按钮 为这个demo建立一定的交互性 大家加油 感谢观看